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夫每日一字 我們來看這個 瓊 這個瓊樓玉語 這個瓊字 左邊寫玉盤 這筆劃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這裡面應該是一個 人字 以及呢這裡 趙孟夫要寫著一個文 把它複雜化 其實本來是應該有 只是一個那個 一撇加一個右而已 把它寫成一個文 也沒有說複雜化啦 就是最主要是這一段筆 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凱書 到時候 這比較就比較清楚一點 首先呢 寫玉盤 再來 筆劃 筆劃非常的多 所以這空間的配置要小心 寫小一點 寫細一點 再來呢這一撇 這裡再一個 右 一半二元是這樣 好那 新書呢就類似張孟夫 他這裡把它複雜化啦 當然未必要像這樣 但是還蠻多 還蠻多 像這樣 所以我們像 找他的寫法 寫一遍 這樣 再上來 好這邊寫成一個 寫 還蠻多的 寫掉一點 好 再來 底下 這裡一個木 連筆動作 寫一個文 好 那當然我們 可以做一些省略 連筆動作多一點 多一點 就不要像他這樣子了 好 那我們再用他的 大概他的寫法 再寫一次 但是我連筆 可以再多一些 好 那這邊呢 好這樣 好 這裡還是一個寫 但是增加連筆 注意 留意這邊 連筆動作比較多一點了 就不這麼寫了 好 注意一下 好 那除了這個 開始做省略 有一點新潮了 我們看一下 這批畫真的蠻多的 好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省略 注意看這邊 就 好 繞一圈 底下呢 這裡也變省略 變這樣 背 類似背的寫法 好 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更省略的 就是中間這部分 我們說草述的一個 精神 就是 留上下 中間有時候是省略 有時候是根本不要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省略的方式 好 那剛剛說 這裡 不一定要繞一圈 一個短紅話也行 然後中間這個變成一個橫畫 好 這裡右 這樣 那最後呢 更省略的 連中間這都不要了 注意 這個 在草述的寫法 常常類似這樣出現 好 連打圈圈都不要 這樣就好了 過來 熊 好 大家留意一下 這種寫法 好 好 好